大家好,我是顏柏牆 然後我老家在花蓮 所以對於這方面的目的 其實比較有群奇 那這一次是在網路上公司 有這一場演講 會有台詞到才過來的 大家好,我叫黃堅全 我是新竹人 然後我現在在經營業廳文系 也是經營巡辦處的文廠院 那我們社會人再來 工作人員會本來帶來給你們看 謝謝 大家好,我是小鳳 我是住在台中 然後今天是還蠻有機會 跟朋友邀我一起來 所以就過來體驗你們感受一下這個活動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曹琳 因為我生了一個兒子的助理小孩 然後家裡的助理 所以我現在要更了解就是助理事務 因為我們現在做的事情都是以教育的下一代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蕙虎 那我是哲學員 進去我們職工 大家好,我是運發 會是這邊是職工的職工 大家好,我是公立 然後我是哲武的職工 然後我 我覺得那個工商服務不夠強 好 因為我們哲武 其實 哲武在運作 過去這兩年來 也是做的比較辛苦 所以我們也都需要靠自己 那 我們今年 剛剛有六張 有六張的這個明信片庫卡 那這個都是由我們這個哲武之後 所設計的 待會可以傳下去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不要亂走 好不好 然後一張三十五塊 三張一百塊 所以一套六張 全部收集起來 就兩百塊 有需要的話 待會到我們後面的桌子 跟我們的這個職工 我們這個職工 大家都說天然獨 其實不是 唯一可以講台獨的 帶來幾個原住民 那 可是我們其實對於在過去 包含那個像我好像叫做 提出了一個詞 這個特色叫專心不易 那 轉型正義一直在台灣背談 然後因為二二八的關係 那我們知道說 未來這三天是二二八的連假 連續假期 在台灣社會有不同的解讀 很多年輕人覺得這個放假好棒 好棒棒 對啊 可是這個價值對於 到底是有什麼意義 我們其實越來越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放假不是壞事 而是說我們對於放假那個假期 本身我們忘記了它的意義是什麼 那可能也許我們在放假之餘 可以好好重新來思考說 二八對於台灣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又怎麼去思考說 台灣的社會在不同的族群之間 我們去面對 在民主化以後 整個去看過去的歷史的真相 從不同族群的觀點 去了解過去的歷史真相 那我覺得今天的這場 則有特別的有意義 那我們希望說 要從真正的從建立原住民主的觀點 來了解我們台灣社會 應該未來我們要走向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好 大家好我是黃小賴 我是哲學經紀錄台中的志工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黃以萬 我是太雅筑 是我女兒希望來參加的 我覺得對這議題滿有興趣的 來聽喝看 好 謝謝 大家好我是阿賴的姐姐 黃小君 我是太雅筑 大家好我是太雅筑 大家好我是太雅筑 我是曉雅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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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雅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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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周文綺 然後我們今天在念傳來大學 然後今天會來是因為 就是那個 想太老師有沒有在意妙情 所以 沒想到你沒有在家 你好像怪怪的是不是怪 太沉悟了 問你什麼? 大家好! 又不見了 你是誰? 大家好! 我是陳冠,然後就很久沒來了 然後是不是第二次來想想的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陳冠,然後今天談的主題是原住民族的專心鼓勵 對,專心鼓勵,對 那因為其實這個禮拜天就是228 那其實剛剛就像總理所講的就是 其實228現在在台灣目前的環境的大社會來講 其實每個人的解讀都不同 那其實就是說我們身為年輕人 對於228這件事情其實是不能夠被磨滅 對,那我們是不是其實可以該去 好好地去審視說 就是228和台灣 甚至是整個環境社會來講 其實是非常不公獨立的事情 對啊,那其實今天這個主題 是可以讓我們好好地去審視這個地方 謝謝 還有 我本來不想講的 可是 我看到我就是小奈 因為她是責任志工 那其實之前就剛剛認識很久了 那看到她帶家人來 我突然覺得有一種很感動的感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 你知道,我不知道怎麼說我感動 可是你知道這幾天 因為228之前 那在我們新聞裡面好了 大家當然都在談所謂的轉型正義 可是吵的是什麼 吵的一直是講國父啦 要不要把她的遺像拿下來 那講公項要不要把她拿掉 種種的 然後想到轉型正義 大家只講228 講白色恐怖 可是大家好像真的都忽略了原住民族這一塊 我發現她連在新聞裡面的議題都比別人少 連他們想要為自己講話的機會都沒有 那 可是我看到 然後其實在平常小奈也會跟我們分享說 因為她說她有一半的血統是泰雅族 所以她會講他們 她好像沒有對 對部落並不是那麼熟的 對 可是她還是會一直很想要 讓她的族人或者是讓她的家人知道這塊 然後她今天帶她的媽媽來 對媽媽來 然後阿姨你好我真的 對我都覺得我真的很感動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真的很感動 那我們請 對我們請今天 謝謝